嗨,嫁宝们,今天嫁子姐姐要把一盒做失败的史莱姆变成美美的棉花泥 哇,用手搓搓,好松软啊,想学的一起跟我来吧 首先要把干巴巴准备扔掉的水晶泥掰碎 这样做是方便加开水,更容易融化 搅拌成面糊状 现在需要偷偷用一些妈妈的洗洁精 加少量清水,摇出泡泡 然后放到刚刚的水晶泥中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棚沙水成型 当然也可以用洗衣液代替 比如某那某自品牌 不粘手的时候就OK啦 放置两天左右 棉花泥就诞生了 我们都要做一个勤俭节约的好宝宝 大家把废旧的水晶泥都利用起来吧 如果你还有废物利用的好办法 记得留言告诉姐姐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,下期见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